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的季初人物是谁呢 他是一位优秀的画家 他以严厉与身体为标签的作品 把严厉带上了国际舞台 尤其是以青果像标签的作品 更是连居一格 美论美奂 他们具有中国精神 中国风格的艺术艺术作品 同时很可能成为青果像的历史风貌 可以维持的乌生服 可以说是他的油画作品 成全了青果像 让青果像成为了一个名像 成为了野林文化的宾的载体 这些年我们的祖国繁荣发展 使我们每一位华人都感到骄傲 但同时我们又看到城市经济发展 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冲突 有很多城市摧毁了自己历史文化的遗存 毁掉了原有的文化特色 而变得千篇一律 毫无个性可言 王康先生 他是野林的儿子 他希望能为自己的家乡 留住历史 留住文化 坦然出资 甚至卖画 当附近野林历史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 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优秀的画家 同时也是一位内心具有文化神圣感的文化保护者 下面我们有请王康先生上台讲话 感谢主持人的义美之词 如果非要说成全的话 那是清果像成全了我 是我可爱的家乡 给了我创作的眼前 成全了作为画家的我 我能有今天的成绩 我还要感谢你们 因为我取得的成绩 离不开你们的支持 你们好 你们先聊着 我知道你在这儿有人气 但没想到人气这么旺啊 看来回来是对的 还是自己的国家好啊 像今天这样的名流汇翠 在美国是很难有机会参加的 我去上个洗手间 这不是何主任吗 你好 你好 小陈 这是你今天的报酬 谢谢啊 你的那个事 谢老师都已经告诉我了 不过呢 现在这个工作也确实太难找了 别着急 一有消息的话 我会通知你的 那谢谢你了 不客气 不客气 清果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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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刚才我听到你们在说工作的事 你离开谢氏集团了 对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离职和我有关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谢伯昭让你来买画 实际上 他是想和我做一桩交易 是不是 在他的眼里 我就是个捣乱分子 他这么做 就是想让我晋升 不要给清果家言相关 再找麻烦 而你呢 明明是知道 老板真是用心的 可你在最后的时刻 违背了老板的意愿 终止了交易 是这样吗 等等 你是在维护我 而且为了维护我 丢了谢氏集团那份工作 是吗 对不起啊 我还有事 得走了 再见 再见 黄刚 黄刚 余主任来了 余主任 你好你好 谢谢市委政府支持 谢谢 何主任 咱们又见面了 你好 谢谢 这位是 市政府的余主任 哦 是余主任呢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我是我们基金会的秘书长 文迪 以后啊 请您多多关照啊 原来是你手下干将啊 没问题 刚才我和何总说了 你们的基金会办得不错 大有前途 政府对这样民间的公益性质的基金会 一定会大力扶持的 啊 听余主任的这番话 我真是大受感动啊 我们是民间机构 就需要像您这样的高瞻远瞩的领导 来多多扶持 多多指导啊 真是强将手下吴若斌啊 看得出来你的这位秘书长很有才干啊 余主任今天能认识到您啊 真是太荣幸了 哇刚从海外归来 对国内的情况啊还不太熟悉 还要好好地学习 改天我一定登门拜访 向您请教 哪里哪里 能与你们这些事业开阔的海外留学生交流 我求之不得呢 还有我们这个城市啊 刚刚发展 极需要你们这样有才干的人 贡献你们的才华 你们的理事长 也是我们政府聘请的文化顾问嘛 以后碰到什么情况 尽管来找我 哎呀真是太感谢了 来余主任 为表我的敬意和谢意 我先干为敬 是谁让你自封秘书长的啊 参加这样的聚会 我总得有个身份吧 我总不能跟所有的人说 我是你的前妻 我说文迪啊 你怎么还和布局一样啊 你这么做 就不觉得可耻吗 可耻 那只是你的羞耻观 其实你大可不必这么生气啊 我只不过是早了几天 把名片撒了出去 迟早我也要进入基金会了 文迪 当时我们离婚 很多事情是约定好的 可是现在 你单方面撕毁约定 不打招呼 就登堂入室 利用我 不敢把离婚的事情 告诉妈的软肋 逼我就犯 纯粹是绑架 那也是你逼的呀 如果你主动对我好点 我又何苦转而抹角的 去利用妈呢 哎 汪哥 我们应该啊练一个计划 挨个去拜访这上面的重要人物 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你觉得怎么样 哎 你怎么停了 干什么停车呀 生母 生母 你怎么回事啊 一个朋友 谁啊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你有没有没有 你不认识 更计划 你不是真的 要去你的什么地方 有什么地方 事 文迪什么时候可以上班呀 什么上班 不是讲好了 他要去基金会吗 我看可以当个秘书长吗 也算是人尽其用 你还是早点安排他 他上班吧 整天闲在家里 他也挺无聊的 黄哥 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听见就好啊 我吃好了 我上去拿个东西就走 你可以先去基金会 但是这是暂时的 一旦有好的机会请你马上离开 你就那么讨厌我 我给你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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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放心 好 辛苦啊 这么早出去 去找工作吗 真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 这事跟你没关系 我只是想找一份 待遇更好的工作 谁都知道 在这个地方 能比谢伯昭秘书职位 待遇更高的 恐怕并不多 我来找你啊 是想请你去 我们基金会工作 正后面需要人 虽然待遇上 不比谢氏集团 但至少工作是稳定的 那我该怎么感谢你啊 你又正想感谢我的话 你那天给我做模特吧 做模特 你知道你什么是最美吗 就是刚才回头那一瞬间 那眼神啊 是既迷茫又清澈 我正想把这个美好的瞬间 记住在我的画布上 你是想画我 你不知道吗 我其实画过你啊 那天你撑着一把优质伞 从那个小巷身处走过来 是那么的轻盈 就像一朵红色的云彩 移动在江南的蒙蒙烟雨之中 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吗 你是在写诗啊 诗是不用写的 诗诗现成的 撑着油纸伞 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寂寥的语相 我希望缝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仇怨的姑娘 其实跟戴王叔笔下的丁香比 我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 很平常的女孩 怎么 不喜欢戴王叔这首诗 说实话 不是很喜欢 戴王叔笔下的丁香 是那种做着脆弱的梦的姑娘 可对我来说 我没有那份奢侈 去闻为什么 仇怨和彷徨 不管怎么说 在我心目中 你就是丁香 好了 工作的事就这么定了 什么时候考虑好了 就来找我 我随时公口 谢谢啊 开小OP 哥 清果 我要去上班了 哥 今天清果去上班好不好 不好 为什么呀 一个人在家不好 可我有了工作 我就能给你买 好多好多的肉肉吃 好不好 不好 哎我说看着点 慢着点别磕了 我告诉你们可赔不起啊 看着脚底的台阶 东西都够了吧 全了吧 美女 看什么呢 以前两天 是不是经过清果巷 下雨那天 撞了一个傻子 我说你怎么谈呢 我都谈好了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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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 你认错人了吧 我一直没来这儿 我租的房子一直空着呢 咱们商量 我可以比刚才人出 更高的下 多少 哎哎哎 您咋干什么的 没事 闲聊天 你考虑考虑啊 想好了给我打电话 再见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啊 我警告你 少打雕花门窗的主意 爸 清果巷迟早要拆 留着雕花门窗真的没用 废话 我还没死呢 啊 这个家 轮不到你当 李师长 出去啊 啊 同学和你刘会长 有两个从欧洲回来的朋友 他们对文化遗孙保护很感兴趣 又回去谈一谈 哦 对了 今天有一叫陈清果的女孩 可能会来报到 你把她还没在办公室好了啊 可能来 可能是今天 也可能是明天 你接待一下吧 哦 李师长慢走啊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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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陈清果 陈清果 我不是啊 哦 我说呢 李师长说 是一个年轻的姑娘 我有那么老吗 哦 不不不 我没这个意思 请问您是 啊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文迪 是王庚的太太 哦 我是小郑 是李师长的助理 初次见面 请多多关照 别那么客气 以后啊 大家都是同事了 少不了要向您请教呢 同事 这么说 您也要到基金会来 是啊 你看咱们这个基金会 连个专职的秘书长都没有 王庚啊 他根本就忙不过来 我这次专程回国 就是来帮他打理基金会的 那太好了 温老师 李师长刚刚出去了 您是在这边等他还是 哦 我啊 就在这儿等他回来吧 行 那我先就忙了 那有事您叫我 我就在对面 哎 哎 等等 刚才 你说的那个什么陈清果 是怎么回事啊 哦 是这样的 李师长在领走之前吩咐 说有一个叫陈清果的姑娘 要过来报到 那基金会现在缺人吗 好像不缺 而且啊 经费还比较紧张 也不知道为什么 李师长要在这个节目眼上招人 要不 您还是自个儿亲自问他吧 嗯 来 没什么事我先去了 好 我喜欢的 谢谢 您好 可以用保持计费品吗 好的 应该有点 谢谢啊 同志你好 请问那个基金会 是你啊 我 我是来报到的 你就是陈廷谷 来来来 跟我来吧 理事长他没在 但是你的事他已经交代过我 让我好好地招付他 你刚才不是系列集团的吗 我已经离开那了 你好 这位是 我叫文迪 是这儿的秘书长 秘书长你好 你好 我叫陈清果 这儿有我呢 你忙你的去吧 行 那你们聊 陈小姐 快请坐吧 好 其实我见过你 在海归同学会的酒会上 你做主持 那次是我临时客串的 见笑了 是吗 快请坐吧 尊敬的谢伯昭董事长 尊敬的各位 谢氏集团的高层领导们 今天我受我们设计师事务所 周总的委托 向各位介绍一下 清果家园初故的设计方案 周围请看这里 这就是严陵未来地标性的建筑 清果家园的景观全图 既然这样 那麻烦您转告他 就说他的好心我领了 就不麻烦你们了 这么说 你已经打算放弃了 那真是太遗憾了 要不你再等等吧 你亲自跟他说 不用了 耽误了您这么长时间 不好意思啊 我先告辞了 合作愉快 好好干 争取在清果家园这个项目上 一炮走红 您放心 我一定加倍努力 市长 回来了 那个清果来了吗 来了 他人呢 他说他不来这儿工作了 为什么 大概是您夫人说 咱们基金会现在不缺人手 而且资金周转比较困难 他就主动放弃了 对了 您夫人也来了 他来干什么 他说他明天交过来上班 哦 那已经跑了 好 好 有 你来 来 anni 你看 这 那個 费费费 我跟我玩 嗯 推了 啊 嗯 飞吹 哦 飞吹 喂 哎呀 你这是 你怎么把他给弄走呢 你啊 你这 不是 我女儿呢 对对对对不起 她不是公义的 你打多少钱吗你 她不是公义的 她是智障 傻子你把她放开 为什么都逮你 我对对不起 你怎么能见过人呢 赔钱 我对不起 我实在对不起的 不赔钱是吧 我我我我我给你 不赔钱我打死她 我打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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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住手 你赔钱 你忘记上次多好人的教训了 来 放手 对不起 放手 干啥 打碰你 趁我连你一起受啊 这是法治社会 我看你敢 你没看见 这是智障人是吗 啊 你有同情心吗 你少装好人 你有同情心啊 我这人要几千块呢 你是不是今天把钱赔了呀 好 我赔 好啊 三千块 一份不能少 你带钱赔了 我就几十块钱啊 这样今天我带的钱不够 我拿我的画来做底样啊 这好人不好当吧 那想拿你的破画来蒙个事啊 没门拿钱来 哎哎这人我认识 是个大画家 他一幅画不知道盯你多少鸟呢 真的假的 对对对我也看到过 有个片子专门讲他的 我把你的画拿来我看看呗 你还看看呢 你啊赶紧收着偷着乐趣吧 去车上把画拿来 快去 谢谢你啊 今天多亏了你 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 怎么向老谭和青果交代呢 你把他带出来吧 啊 我把大宝带回家吧 后面是我来处理啊 哎好 就啊 谢谢啊 干嘛 哎 哎 嘿 月小姐 哎 又来看你伯伯来了 是啊 嘿 最近跑的还真行呢 这早几年来的次数加在一起 也没这两天来的次数多吧 你说我这来来回回跑 实在是受不了 我打算搬回来住 哎 这青果巷马上都要拆了 你搬回来干嘛呀 我搬回来当然是为了照顾我伯伯的嘛 我不照顾还谁来照顾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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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们笑什么呀 嘻 嗯 画来了 来 哎 律师长 您这真打算把这画抵押上来 这万一数不回来 你帮我拿 这画呢 我先押你这 明天 啊 这个时候 我拿钱来数啊 这画真值钱 值钱 肯定值钱 这画好几万的 你不看画你也看人呢 对对对 啊 好行行行 好 那你说好了啊 明天这个时候 行 好 看看 值钱 肯定值钱 谁呀 伯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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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又来了呢 我是来给你送 刚煲好的乌鸡松蓉汤来的 可有营养了 没让你送嘛 瞧您说的 我是你亲侄女 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 我来照顾您 还不是天经地义的 伯伯就是我家离这太远了 干脆我搬回来 咱们一家人热热闹闹的 多好呀 伯伯啊 这汤啊 可香呢 你闻闻 打开 哎呀 伯伯你闻闻嘛 你看你这 你这是成事不足办事有余 你给你 拍马屁还拍到马腿上了真是 不用你拍拍也没用 来来来慢点慢点 哎呀 大宝你怎么了你 大宝 哎呀 哎呀 你这怎么了 疼不疼 哎 刚刚在鸟市上 一不留神 大宝把人家三千块钱的画梅给发毛 结果就 三千块啊 嗯 那人家肯定得让他赔呀 那当然 幸亏有那画家过来帮忙我们才脱身的 哦 哦 就是曾经被你冤枉过的那个啊 嗯 他说他跟清果是朋友的那个 朋友 这个狐狸精啊 又勾引上一个 妹妹不是狐狸精啊 老师啊 嗯 你是说那个画家自己拿出三千块钱给赔上的 画家身上当时没那么多钱 他就用一张画抵押给人家了 我就说他傻子是扫把心吧 你们还不信 这下可好了 他那个狐狸精 还有完没完啊 老师不行啊 不能让人家出这个钱 你等等 我去拿钱啊 把这个画给赎回来 哎 不不 这傻子又不是你儿子啊 凭什么你要拿钱啊 没你事啊 给我闭嘴 哎呀你啊 你干什么了 干什么了 大宝大宝 我说你啊 你还有完没完 哦 就是这家 嗯 就是这家 哎呀 关门了 呀没错啊 就就是这家呀 清果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还有żing contenido 我自己 Create 寶寶 找到工作了 没关系 我肯定能找到的 lá Ya 无数 哎呀 伯伯 你就别为我操心了 回家吧 伯伯 听我的哥哥 怎么了 谁打你 他 洪月桑 你可以欺负我 但你不能欺负我哥 哼 你还来劲了你 仗着有人给你撑腰是吧 我说你怎么还赖在这儿呀 不是让你走人的 我走 这是唐家 我姓唐 该走的是他们兄妹俩 哎 我说你这便宜占得也太大了吧 把这傻子放在这儿白吃白喝不说 傻子闯了祸 还要老爷子拿钱替他擦屁股 你本事可真够大的 弄得老爷子围着你团团转 你还有完没完呢 人兄妹比你厚道得多 我就要你围着他们转 你管得着吗 好好好 老爷子啊 你今天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吧 你等着 总有你后悔的那一天 站住 你欺负一个残疾人 算什么本事 你跟我说清楚 我怎么欺负残疾人了 你打我了 我 我 我就是拍了你一下 武侠 我说你是装傻还是真傻呀 就是武侠 好好行行行行 武侠就武侠 我告诉你啊 他脸上的伤可不是我弄的 是他自找的 你要不相信你就问老爷子 去去去去去 我 不是我 伯伯 这伤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来喽 来 上车吧 走吧 在里面吗 没有 你今天到了家可打起精神了啊 文迪知道你今天能回家吃饭 早早就开始准备了 你可别让他失望 他能做到晚饭 也要向你汇报 是不是他去基金会的事情 让你不高兴了 文迪刚回国 他一时也找不到什么合适工作 他愿意去基金会帮帮你 有什么不好啊 何况他确实能干 他去了 起码能帮你处理一些杂事吧 你说呢 把生活跟工作缴合在一起 总归是不太方便的 任何事情都有好的一面 也有不好的一面 像你这种自筹资金的民间公益组织 有几个可靠的信得过的人帮你 总比耍你一个光杆司令强吧 基金会现在忙得过来 确实不需要增加人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就是不愿意你把大把时间花在基金会上 耽误了你的画画 那才是你的正义 你说你不需要人 可我听说 今天有个女孩子到你那里去应聘了 这也是温迪告诉你的吧 那你就别问了 反正什么人 都不如知根知底的人可靠 别动啊别动别动 疼 你这儿一早呢去给人家把话封回来 那你不愿意 有不愿意 有不愿意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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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儿一早呢 去给人家把话扶回来 不不 这钱我不能要 我有 什么呀 你连工作都没有呢 来 玩着 听话啊 要不不生气了 大佬 都怨我 你看我两次都没把你给看好 不过老了 不忠 不 不 伯伯 你别说这样的话 你这么一说 我这心里都特别不好受 不说了 不说了 妈 妈 这是我今天新酱的牛肉 您尝尝 我自己来吧 来 给我 味道蛮好的 那我明天再做点 好 天哥 快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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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 我没干嘛 你拿什么呀 哥 你到底拿什么呀 你拿这个干嘛呀 我回家告诉你 万官长 是我唐老师 唐老啊 你好 真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来打掉你呢 没有没有 唐老 你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呢想请你帮个忙 替我在博物馆安排个人 哎呀 唐老啊 博物馆的情况 你还不知道吗 哎呀 知道知道 这为难你了呀 但这个忙呢 一定得帮我 你 亲哥 收好了不许偷看啊 你抓回去 好 八眼五上 天国 你看 这些东西多脏啊 你干嘛弄床上呀 天国 你说这么多瓶子 能不能换一块钱呀 能不能换好多肉肉 能不能 能不能 天国 不高兴了 怎么了 哭了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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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让你 擅自跑到基金会去 他自作主张 把清国赶走的 到基金会去工作 不是事先已经说好了的吗 我只不过是提前进入状态 这有什么错吗 至于清国那姑娘 是她自己太敏感 我又没说什么呀 也许她觉得我们基金会 不需要像她这样的人吧 可以这么说 人家姑娘善解人意 不想让你为难 主动撤了 我再强调一遍 基金会不是一手 遮切的家族企业 还是那句话 要是更好的机会 请你另谋高就 我知道 我没那么坚强 可我不会流泪 女人是谁做的 不是铁打的 但只要坚持 同样可以滴水船石 加油 这一 Fair Party 新贵 广 新贵 新贵 感谢观看